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你会立即上到沙士比亚 如果要找一个中国古代有同等分量的戏剧作家 大概非汤显祖莫属了 汤显祖和沙士比亚都是16世纪末 17世纪初的文坛巨人 他们的戏剧作品对中西方日后的戏剧和文学艺术 都有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东西双隔两位大文豪在世的时候 未能在创作上互相交流 但在他们世世400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邀请了几位来自两岸三地的学者 一起探讨这两位文坛巨人 对戏剧 艺术 以至后世的文学发展有何影响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还有我们许多远道来的学者 今天我们这个场合是讨论 我们如何纪念沙士比亚跟汤显祖 逝世400周年 我们会跟大家讨论讨论 那么为什么这两位东西大文豪 过了400周年 我们还要这样子郑重地纪念他们 还有呢 就他们到底经过了400年之后 对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 有什么样的重要的贡献 我们怎么理解他们 这项这些话题呢 我们都会讨论一下 那讨论会让我们想 到底人类的文明的发展 跟我们自己现在的关系是什么 跟将来人类的文化的发展 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想一定是有的 像这些议题呢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请到许多从外地来的学者 我先介绍一下从外地来的学者 那个叶长海教授 他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彭敬喜教授 他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授 那另外是陈芳教授 陈芳教授是台湾师范大学 中文系的教授 那我旁边的是古兆生教授 古兆生 古先生大家都熟的 他最近改编的指差剂 是昆渠的指差剂 汤贤祖的指差剂 最近才演出过 那么这改编就是出自古先生的手笔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 论坛的第一部分 会先由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彭敬喜教授主讲 彭教授会集中讨论 沙士比亚作品中几个主要的问题 包括十四行诗 歌谣 打游诗 无韵看诗 和散文 并探讨当中的语言和文学特性 如何成为沙翁剧组中引人入胜的元素 今天我来谈一下沙士比亚 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沙士比亚跟汤贤祖 我们就举出一些沙士比亚 它有什么特性 这些特性在跟汤贤祖比较起来 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那么我定的一个题目是很简单的 就叫做浅谈沙士比亚的语言 现在讨论沙士比亚它很方便 在网路上最下面这一行 叫做Shakespeare Online 这样子的一个 它会把 你要对沙士比亚有兴趣 你就可以上网查 它所有的剧本 什么quote 什么都在里面 负责这个网站的教授 他有一个短文 叫做这个 说沙士比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让大家这么喜欢 他也讲了这有四点 一个就是讲他的对人性 就戏剧来讲 戏剧人物 怎么样让人家看得很幸福 就是说他写什么样的人 就像什么样的人 然后呢 他的故事写得很有趣 他的故事呢 常常是拿别人的故事 别人的故事呢 他通常不是超一个人的 他超好几个人的 然后把它集合起来 变成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么最后他讲了一点 他说他这个文字特别好 他写的这个文字很优美 这里我们要晓得这个 这个优美这个字啊 并不是说一定很高雅 他的优美是要在想戏剧的时候 他的这个对于什么样的人 该讲什么样的话 该高雅就高雅 该粗俗就粗俗 他会用得很适当 就刚刚这四个字典来讲 其实最后呢 都是最重要的 莎士比亚对我们现代人影响 特别是对英语世界的影响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文字上的影响 我今天在这边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想重点就放在文字上的简单的介绍 莎士比亚的这个 刚刚提到的叫剧诗 或者叫诗剧 他的作品 多半是诗跟散文两种的结合 那么一般说来 整体看在将近四十个剧本里面 诗的部分占百分之差不多七十 那么散文的部分占百分之三十 当然个别的剧本是不一样 譬如说 《Merry's Wives of Windsor》 它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散文 就没有几个就是 那么看这个韵文 可以是指押韵的 或也不押韵 就是有节奏的 莎士比亚的这个 除了戏剧以外 写十四行诗 但是我们要看十四行诗 跟着为什么要在谈论戏剧的时候 要提出来 十四行诗当然就是有十四行 那么可是它有一个固定的节奏 它要押韵的 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那么另外在剧本里面 常常出现一些歌谣 歌谣就是老百姓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流行歌曲 他会把它放进去 然后有一些就是打油诗 就是不是真正的诗人在写的 就是莎士比亚 以他诗人的身份 来模仿一些 不会写诗的人 写的押韵的诗 再来就是他的本行 叫做无韵体 不押韵的 可是它有固定的节奏 那这个是他的这个剧作里面 用的最多的形式 再来就是他也有 当然要有些散文 所以他的这个无韵诗呢 通常是要给地位比较高的人讲的 那么差一点的人 他就讲用的是 我们讲的大白话 就是散文 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十四行诗 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十四行诗的一个字 在十四行诗他写了一百 大概一百五十六首 这是第一百三十首 他说这样子 他的题目就是这个第一行 我情人的眼一点也不像太阳 他说我情人的眼一点也不像太阳 珊瑚之红远红于他的嘴唇 若说头发是金丝铁丝长在他头上 若说血才是白色 那他的胸色灰闷 我见过玫瑰缤纷红红白白 但他的双甲没有这种玫瑰 有些香水闻起来舒服愉快 超过我情人所吐露的气味 我爱听他说话 可是我心中有数 音乐的声响更令人神疑 我承认没见过女神款步 我情人走路脚踏着实地 然而苍天为正 我看我情人绝伦脱俗 塞斯被胡乱比拟的女人 我举这一首诗 我喜欢举这一首诗来讲 沙士比亚的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沙士比亚到底是什么人 可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他要在那个写十四行诗 是用来夸奖自己的情人 特别是男的写给女的 这个情人的时候 通常都把他比作像天仙一样的 可是沙士比亚就非常的写实 他说一点也不像太阳等等 那就是因为你知道 这以前的人 他描写这个情人 就是画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照诗人写法的话 你看他的眼睛 是有太阳 两个太阳在那里 然后这个头发是金丝 所以他画不出金子 他就挂了几个金坠子 对不对 眼颊就像玫瑰一样 额头上有一个小爱神在那里 所以他说 这样子一个照诗人的写法的 这个女人画起来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这样子的情人 不是有点可怕吗 所以沙士比亚就嘲讽 这样子的一个传统 所以沙士比亚是一个反传统 任何一个好的艺术家 他都不喜欢跟着人家走 他先跟了一阵子 他就要走出自己的路 沙士比亚就是这样 可是他也不能太反传送 他要回到最后 他说最后两行 苍天为正 我看我情人绝伦托书 塞是被胡乱比拟的女人 别人是胡乱比你 我不胡乱比你 不过我还是觉得 他是绝伦脱俗 他又回到这个传统 这就是沙士比亚的写作 刚刚那个诗 原来是这样子的 他的诗 他的文字到现在 即使用诗看 他还是很现代 沙士比亚的英文 是现代英文的开始 My mistress's eyes are nothing like the sun 你看他的节奏 My mistress's eyes are nothing like the sun 所以你就注意到 有十个音节 众音都在第二 这种写法叫做 轻重的异扬格 在很多的英国文学研究者认为 这是英国写诗最常用的 也就是英国人 讲话最常用的一种节奏 那这十四堂诗除了十四堂以外 他还要押韵 这个sun 然后跟done red 跟head white 跟delight cheeks 跟reeks and so on 所以这个是押韵 然后有十个音节 轻重轻重的 我们再随便看另外一首 在春天的时候 我离开了你这里 我把它画出来 比较粗体的就是众音 From you have I been absent in the spring When proud-pied april dressed in all its trim 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 众音都有五个音节 都在偶数的音节 大概是这样子的 刚刚讲的是运文的一种 另外运文我就讲就是流行歌曲了 那么这个流行歌曲呢 它在这个剧本里面 就有些小丑啦之类的 就会上来唱一段 配乐的像这里 那这里面呢 它的这个行数啊 这个一行的这个音节数 会不一样 可是它也会押韵 像这里是个 peer, ear, dale, pale 这样子 h, itch, sing, king 等等有押韵 所以When daffodils begin to peer with hay, the dog, sea, over the dale 它会这样子 节奏上念起来是这样 它当然在演出的时候 通常是用唱的 所以它的内容呢 也就比较有趣了 你看 水仙花它探头探脑 嘿哟,乞丐的妞儿打山鼓来 这是一个乞丐唱的 她的女朋友来了 春天到了 水仙花 美好的日子已经临到 红通通的脸带 取代冬天的惨白 这样子 所以它就是讲说 白色被单晾在树林下 它是一个小偷 人家晾被单 它就去偷人家的被单 嘿哟,小鸟歌唱多动听 不由得我贼牙养养 然后它就赚了钱 它说 一坛卖酒胜过 吃喝在宫廷 云雀唧唧又旧旧 黑羞黑羞 东鸟和松鸭 一整夏天唱歌不休 只为甘草里翻滚的我跟他 所以它讲的 它这里面很离俗的一些词语会在这里 所以刚刚讲的 well-turned phrase 就是它用的 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 唱什么样的歌 那么这个韵文里面 还有一种叫打游诗 它就是事实上 跟那个狗有关的 就是打狗诗一样的 就是随便凑个运 所以这里面在讲的 在As You Like It 这个戏里面 有一个男生 小男孩 青年了 爱上一个女的 他就到森林里去 在那边 他想念他的这个情人的时候 他就在树上挂了很多 他写的诗 这是一个例子 他说 中文是说 东印一路到西印 就是西印度东印度了 珍珠唯有罗瑟林 罗瑟林就是他的 亲爱的这个女朋友的名字 疾风远传一家名 家喻户晓罗瑟林 世间妇女多夸金 秀妍唯有罗瑟林 别无利容存于心 除雀美哉罗瑟林 那这英文也就是这样子 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节奏 From the east to western ind No jewel is like Rosaline 所以你看他这个 这个ind Rosaline wind Rosaline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 他就要念lined 然后他就Rosaline The mind Rosaline 他就是把他的女朋友的名字 牵在这个诗里面 那么我们在这里 看到了不是一个 他的很伟大的诗 文学的这个诗情 而是看到一个很真挚的 对这个情人的仰慕 那么这种被挂在树上 就被别人看到了 别人看到就嘲讽他 这种诗我可以写个八年 都一直押韵 他怎么押 他说你押押看 他说公路若要献殷勤 快快去找罗瑟林 既然猫儿会发情 那就别怪罗瑟林 寒冬棉袄加背心 保护瘦罗瑟林 树树麦子捆紧紧 车上还有罗瑟林 坚果美味可而硬 下是这位罗瑟林 想找玫瑰未相信 找到带刺罗瑟林 就讽刺 你想他的 你的女朋友多好 我告诉你 你写这种诗是很烂 我随便都可以写 我也可以跟你这个押韵 到这边来 他的押韵就是 所以莎士比亚他在这个诗里面 他可以用很高超的写他的好的诗 也可以按着人的等级 写他不同的诗 那么最后就是他比较高超的这个 叫做无韵体的诗 无韵体的诗 我们举一个罗密欧跟朱利耶 这是我们这个 刚刚我们谈过 大概有在华文世界 大概都知道罗密欧 朱利耶 那么这里面 朱利耶在想这个罗密欧的时候 他要去找这个罗密欧 去说 谈这个到底你要不要娶我 他就派人去的时候 他就讲 the clock struck nine when I did send the nurse 大家注意到 他也是五个音节 然后呢 in half an hour she promised to return perchance she cannot meet him that's not so 所以你看 他五个音节没有问题 他跟那个前面十四行 是类似的 可是呢 五个音节重音 一行十个音节 可是他不押韵 nurse return soul thoughts beams kills love wings 他不押韵 所以这叫做无运体的诗 可是他节奏是很清楚的 我们就跳到这个 后面这几行这里 黄色的地方 他这个地方说 my words would bend the head to my sweet love 然后 and his to me 你知道在这里 他既然一行是十个音节 演员念到这里的时候 到这一行的时候呢 他就会停下来 这个后面 他只有 and his to me 只有四个音节 就差了六个音节 所以他就等于在那边停下六 在那边想怎么回事 然后他再想说 but old folks many faint they were dead unwildy slow heavy be and payless lit 就是想派老奶妈去 老奶妈走路慢 真是 他很生气 那么 最后两行 他押韵 就跟前面的不一样 他后面的押韵 那就是他会有 用各种方法 写诗的方法 来 正确地表达 他要在这个诗里面 怎么样 所以他这一首诗呢 大概的翻译 就是这样子 中秋九点的时候 我派奶妈出门 他答应半小时内 一定回来 也许他找不到它 不至于吧 哎 这个瘸子 爱的信差 应该是意念 以十倍于阳光的速度 飞翔 赶走幽暗山丘的阴影 难怪 飞快的鸽子 要替爱神驾车 难怪 急风般的丘彼得 要长翅膀 现在太阳已经到了 今天旅程的顶点 就是中午了 从九到十二 长到三个钟头 而他还没回来 假如他有情感 有青年的热血 他会动作迅速地 像个啤酒 我的吩咐 把他扔到我的情人那边 他的 他的吩咐 情人的吩咐 把他扔到我这边 他的到我这边 所以这边他就要控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再想一想 可是许多老家伙 最爱装死 笨拙 缓慢 沉重 苍白 像千世 所以他在后面 特别是后面一行 两行押韵不说 后面一行 他就很沉重的 刚刚介绍他运文的部分 现在简单地讲一些散文 散文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就从威尼斯商人出来的 威尼斯商人里面讲的一个 基督徒跟犹太人借钱 然后钱还不出来的时候 犹太人可以从他的心脏地方 割一磅肉 所以这个剧本也有人翻成叫一磅肉 那么基督徒的朋友说 碰到了这个Shyloc Shyloc就是那个犹太人 他的朋友问说 Why I'm sure If he forfeit Thou will not take his flesh 他就是拿不出钱来 你不会要他的 真的要他肉吧 What's that good for 肉有什么用呢 你割他的肉 他说 To bathe fish with all 我拿来这个钓鱼 If it would feed nothing else It will feed my revenge 所以这个revenge 是这个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这里 他就是要报仇 因为他受到很多基督徒的欺负 所以他就说 怎么如果他付不出钱 我想你也不至于要他的肉吧 他的肉有什么用呢 他说用来钓鱼 对不对 所以讲得很狠 为什么他要怀着这么大的仇恨 他把他讲出来 他说 He has disgraced me and hindered me half a million laughed at my losses mocked at my gains scorned my nation thorted my bargains cooled my friends heated mine enemies and what's his reason I am a Jew 他说羞辱我了 当我的财路了 嘲笑我的损失 讽刺我的获利 比如说 他写这个 其实你看他简单的 这是一个犹太人 他当然 他不会给他很高明的 诗的语言 可是他这个散文 写的其实是 非常动人的语言 我因为他在犹太人 受到的这个种族的歧视 然后他最有名的 大概是这一段 Has not a Jew eyes Has not a Jew hands organs dimensions sense affections passions Fared with the same food heard with the same weapons subject to the same diseases healed by the same means warmed and cooled by the same winter and summer as a Christian is 犹太人跟基督徒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那就没有眼睛吗 你说 犹太人就没有双手 没有五脏 没有身体 没有感觉 没有欲念 没有情感吗 不是跟基督徒 吃同样的食物 被同样的武器伤害 为同样的病痛所苦 用同样的方式治疗 受同样的冬寒下热 你们刺伤我们 我们难道不流血 这个就开始 从前面一段 到这一段 这里一部分 它就是这个 Jewish question 这个犹太人 特别喜欢问问题 你问他一个问题 他用一个问题 反问你 刚刚他不是问他说 这个有什么用 他就说 他就问了这么多的问题 你们烧我们的痒 我们难道不会笑 你们毒害我们 我们难道不会死 那你们对不起我们 我们难道不会报复 假如我们在别的地方 跟你们一样 我们在那一方面 也是一样 他说 假如是犹太人 对不起基督徒 基督徒会怎么样 谦卑呢 他是报复的 假如是基督徒 对不起犹太人 按照基督徒的榜样 犹太人该如何容忍 当然是报复了 你们交给我的恶行 我会一样化葫芦 而且一定清除于难 而胜于难 所以这个是莎士比亚写这个犹太人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 莎士比亚为什么写这个剧本呢 是因为那个时候 听说在宫廷里的 一个葡萄牙医的犹太人 是伊丽撒白女王的御医 然后据说她想要谋害 这个伊丽撒白女王 因为她刚刚讲的 那个时候的各种政治宗教的斗争 那个葡萄牙医的人 她可能是天主徒 她可能是要把这个基督徒的 英国国教的 叫怎么样的谋害 所以她被处死 所以全国人都很生气 就更恨这个犹太人 所以Christophe Marlowe 就是莎士比亚的这个 同代高位年纪大一点的 写了一个The Jew of Malta 马尔他的犹太人 就把这个犹太人 多坏多坏写下去 然后当然就很大卖 那大卖的时候 莎士比亚是一个 有商业头脑 他就跟着写一个这个剧本 可是莎士比亚就跟着 那个Christophe Marlowe不一样 他的人性 莎士比亚自己的人性 就把他对犹太人的同情 不知不觉地就写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戏名字叫做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威尼斯商人 指的是那个基督徒 可是现在真正去演这个戏的时候 大家都想演这个犹太人 因为这个犹太人才有戏 才真正会感动人 所以我这样讲的 就大概从这个语言上面 你可以看到角色 各种方式 就是莎士比亚的剧本 可以动人 其实是跟他的语言 大有关系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说 莎士比亚为什么会有影响力 其实就是这四个原因 四个原因中间 我觉得ability to turn the phrase 是最重要 就是这样子 谢谢各位 接着来的 是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学系 企研究所专任教授 陈芳教授 他会为我们介绍 两出由莎士比亚作品 改编而成的中国戏曲 特别是当中在文化 语言 剧种和情节等等上的差异 并且探讨这些改编作品 如何延伸莎士比亚剧作的生命 就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从莎士比亚改编成为的 中国戏曲 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只能谈两出戏 就是约束跟两多 关于莎士比亚戏剧 改编成为我们的 这个全世界的一些作品 大概是有三个动机跟目的 第一个是一个尊重原点的态度 第二个自然是当作一个行销策略 它是一个消费杀剧的方式 也就是它并不一定真正演 莎士比亚的戏剧 但是它只要拿莎士比亚戏剧的名号 来做一个行销 就可以有很好的票房保证 比如说在台湾 我们著名的明华园歌子戏团 它就演出过一个戏 叫做王子复仇记 其实跟Hamlet完全没有关系 可是它就挂上一个行销的广告 说这个是一个王子复仇 跟Hamlet有关系的 于是票房就很好 第三种它是基于后殖民的意识 故意要去抵制他者的文化 来工具化原主 这种最明显发生 就是像印度或者是中南美洲 比如说在南美洲 他们就以前是被殖民 所以他们必须要读 比如说莎士比亚里面的 The Tempest暴风雨那部戏 那暴风雨里面就会有一个原住民 叫卡利班 结果现在他们回来独立之后 他觉得我不要再演 Prosport那个魔法师的暴风雨 我要演的这出戏就叫卡利班 这就是原住民的一个主体戏 我以前是他者 我现在要回来找主体 所以大概会有几种方式 那么在亚洲来说 亚洲的剧场来改编 沙士比亚的戏剧 也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国家主义者的挪用 这个包括日本明治维新 为了全盘西化 所以他们就把沙士比亚 也引进到了日本 或者是中国沙士比亚戏剧节 两次大规模的 在1986年以及1993年 这个两次都是 那可能是文革之后 他们要宣誓 表达中外的一个交流 表示对西方对外界 打开了大门 所以他就有一个 沙士比亚戏剧节 这都是国家政策 那第二种是殖民的煽动 比如说像印度 他们就觉得非常愤怒的是 为什么我被殖民的时候 我一定要读沙士比亚呢 我为什么不能读 我印度自己的史诗 比方说摩赫普罗达之类的 所以现在我有了这样的一个 殖民之后的自觉 我就开始重新来 检视你的沙士比亚 第三种是我们现在 最近20年 我们比较重视的 是一个跨文化之间的修正 从政治的运用意涵 到更多美学领域的自觉 就也许并不是政治的一个目的 而真正是怎么样可以演出一个好戏 把戏演得更好看 更多的美学 所以比如说呢 在日本如果是 全川信雄或是林木中志呢 他们就会加入一些日本的文化 像是樱花啦 或者是武士道啊 所以比方说像是林木中志 或是全川信雄 他们的黎尔王或是哈姆雷的 那种演出的方式 或者是他们甚至改编 就是成为一个杀能剧 也就是能剧的方式来演出 莎士比亚的话 那当然不会是原来的莎士比亚 它就算是副士能两段的结构 到了下半场呢 都变成如果是黎尔王 就会变成是黎尔王里面的三公主 已经死了嘛 就会是Codylia跟黎尔王 他们的一个重剧 一个重新的和解 那如果说是像北京人艺的林兆华呢 他在导演理查三世的话 他里面可能会用一些肢体语言 那是隐喻中国政治 尤其是文革时期 那如果是像我们在台湾呢 李国修呢 他的沙姆雷特的话 就会在里面呢 解构那个剧本 然后大玩一些细腻的一些游戏 那如果是吴兴国 他的李尔在此 根本就是一个半自传性的 一个李尔的故事 讲的根本不是李尔王 而是吴兴国呢 他自己的一个半自传的 而且是独角戏的演绎方式 那如果说是像 新加坡的大导演王景深 他有一出戏呢 就叫李尔 是1997年在日本演出的 这出戏很有意思的是呢 他把演员找了日本人 去中国京剧或是泰国舞蹈等等 每一个不同的演员 都是用自己表演的传统 跟自己的语言来对话 所以比方说中国京剧呢 他找的是江崎虎 他是一个前代 就是他的性别是男生 可是呢他去演大公主 跟二公主合起来的 那个不孝的公主 而李尔王呢 是日本能剧演员 所以这个李尔王要戴个面具 穿着大大的衣服呢 用滑布的方式在舞台行走 当这个不孝的女儿 惨媚他了 于是那个李尔呢 就很高兴地回应说 ありがとう 这个就完全是京剧的语言 跟日本的语言在对话 这个可能是因为 王景深本身在新加坡 那就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 那当然也可能是对 所谓的欧美主流来宣誓 说你以为我们亚洲都一样吗 你看那日本人 韩国人 中国人 你觉得都是一样的人吗 其实不然 我们在一个大的亚洲的 东方文化里面 其实日本 韩国 中国还是不一样的 也许是有这样的用意在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资料库 一个是Global的 Shakespeare 这个是挂在麻省理工学院里面的 那这个资料库呢 它收集了大概有两三百笔的资料 里面大概有将近一百部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完整演出 这是一个全英文资料库 那第二个资料库呢 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挂出来 它是亚洲的演出 所以有中文 英文 日文跟韩文 我们可以在上面点选 大概已经挂了将近三十部 全本的作品 所以刚才我所介绍的 从林兆华的理查三世 到吴兴国的李尔在此 或是王景生的作品 在这一个亚洲莎士比亚资料库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 全部完整的全版演出 全部是赋予的 不要钱的 免费注册就好 另外我们台湾呢 有一个台湾莎士比亚资料库 是根据亚洲沙风景呢 作为基础 我们所建构的 也就是在台湾所演出的 莎士比亚的作品 也包括了木偶戏或是实验剧 也有戏曲版的演出 从沙士比亚改编成为中国的戏曲 什么时候开始呢 其实大概是1916年左右 民国初年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 最早是在川剧 他所演的就是一个Hamlet 这出戏呢 哈姆雷这出戏 也是沙士比亚最受欢迎的 中国戏曲的剧 可能我们都很喜欢王子复仇 那到了2007年呢 做过一些基本的统计 大概是14部的沙剧呢 在17个不同的剧种里面演出 大概我们在当代来说 以1986年为一个里程碑开始 所以在中国大陆的上海呢 就有昆剧的写手记 在台湾呢 有京剧的欲望成果 这两出戏呢 都是Macbeth的一个改编版 不同的剧种的改编版 那像Dennis Kennedy呢 他是一个爱尔兰三一学员的 讲座教授 他说我们要看这种 跨文化的改编跟演绎的重点呢 其实并不是在于 是不是贴近原著 而是在文化旅行时代 我们要看的是 这作品里面反映了 什么样的自我 自我的意识 跟自我的反应是什么 那像巴鲁奇亚呢 他是耶鲁大学教授 可是他是印度裔的 所以他非常的反感 有关西方来解释东方的东西 他就说对于这种文化的差异性 我们要重视的不仅仅只是 全球化这个名词 我们要想的是 经济因素的影响 也许会造成我们的 一个作品的呈现 有不一样的表演的成果 所以像喝泉呢 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学者 他有一部学术论著 就叫做改编理论 其中就提到一个重要概念 是我们要把改编当作改编 因为改编呢 它在媒介样式架构背景 斗金跟圆柱是不同的 你绝对不能再用 是否贴近圆柱的概念来衡量 也就是说 圆柱跟改编 本来就有一种互文性的一个关系在 那彭老师和我 我们俩合作了 从莎士比亚改编成为的中国戏曲 我们做了四部戏 约束梁舵 背叛跟天问 一共四个剧作 那今天先来谈谈约束 以及梁舵 这个是约束在伦敦演出的海报 这是在台湾当时 跟台大沙士比亚论坛合作的海报 然后这个是他的一个 正式演出的海报图 这是王海玲在里面演出主角 这是Porsha 就是慕容天 好 我们很快地看一下这些剧照 那梁舵呢 这出戏是在2012年 国家戏剧院演出的 所以这个是里面的王海玲 他要一人半十二角 好 这有其他的一些剧照图 那所以今天我要来报告的重点是 跨文化改编成为戏曲的关键 应该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有五个元素 我们要来特别注意的 也就是文化 剧种 情节 语言跟程式 这是从莎士比亚进入到戏曲 我们必须讨论的面向 所以来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像是文化移转来说 怎么样从原著文化到标定文化呢 比如说Messure for Measure那出戏 它原来是在16世纪的文艺人大发生的 这是一个乱世当中的小城邦 所以进到我们中国戏曲呢 我们就设定在五代十国 果然就是一个小城邦的概念 那它比较难的是 原来的文化里面是基督教的教义 可是进到我们中国文化 在古代五代十国 当然没有基督教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里面的词汇 以及它的思想概念呢 就会是儒家 道家 法家 佛家 那比如说像这一段呢 也是在两朵里面 它所用的就是南华经 所以我们会看到六合一戒子 所谓的身不由己忘所矣 百般无奈终归义 死身是统一的 也就是奇物论 所以这就是南华经的道教的道家的概念 那第二种讲到剧种呢 我们刚刚说到有多少多少个剧种 这个是用语言跟腔调 来做一个基本衡量的概念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昆剧呢 它就是讲苏州话 它唱的是昆山水魔调 如果是金剧呢 就是北京童话之后的湖北音 它唱的是西皮跟二黄 为它的主要腔调 歌子戏呢自然是唱闽南语 那个就是石井歌 台湾乐剧呢 是台湾童话之后的河南帮子 所以它有一个特殊的乐器是帮子 那么它要做的呢 就是诗战戏呢 是七个字或十个字 构成的一个对剧结构 所以它唱的是板腔体 压的是十三道折 这个是它压韵的部分 那台湾乐剧自然有发展的一个历史 是1949年之后呢 在台湾当代 它所慢慢发展起来的 所以会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 从一个落军的乡愁 到慢慢经过了一个金剧化的过程 最后到现在呢 进入到一个文化场里面 就是在文化场当中 甚至进入到两岸的一个交流 最重要的是要回归到 艺术本质的层面 来看待这个玉剧的表演 那至于在情节上来说呢 如果要看原来莎士比亚的演出 一般大概是两千多行 如果是像Hamlet的最长的话 已经四千多行 真的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念完 就要四个多小时 这怎么演呢 何况戏曲还要表演的时间跟空间 所以一定要增山它的情节 就变成我们要讨论的是 增山的部分 是不是有精妙的一些呈现 那比如说像Bund的 这个就是约束 从威尼是商人过来的 它有三个主要的约束 包括父亲一命要怎样选女婿 还有签订一报肉的契约 以及那个定情戒指 能不能送给别人 那另外呢 后面这条线索 像夏洛的女儿 Jessica的一个窃材私奔呢 在我们的约束里面就没有办法演到 这都是时间限制 所以从原著到改编呢 其实我们是很难约束的 因此剧名不再叫威尼是商人 它叫做约一撇数 也就是任何的契约 其实都有冒险的成分在内 你是很难约束的 我们要讨论的是 怎么样在戏曲的表演上面 我们还能够做一些创发 所以杰三心全呢 就有一些把一些科婚戏删掉 或者是说其他的求婚者呢 就全部集中浓缩在一场戏 像这个情况来演出 就不会像原剧里面 一场一场来呈现 最后的约束尾声呢 有一段我们是讨论到情义礼法 很多事情是很难追究的 如果真的要去追究 到最后你可能找不到真正的公益 所以痴情空流千古恨 一轮明月照天心 这个有点回归到佛教思想 所以这个是最后结局 莎士比亚的原剧里面呢 威尼斯商人算是一出喜剧 最后他们是一个婚礼 可是呢在我们的约束里面 最后这个慕容天走出来 走出来 我们不知道结局可能是一个问题 因为忽然发现 自己喜欢的白马王子呢 其实骑了一匹花花马 所以不见得是你心目中想象的那样 第四个官员语言对焦的部分呢 我们都叫莎士比亚的语言 可以说是比利万钧的语言 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修辞格的方法 那可是从莎士比亚这无韵体式 一阳格 以及一个风格化的表演 要听到我们戏曲呢 不管你是昆剧或者是像金剧玉剧的方式 你都是一种城市化的表演 那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所以我们用的方式是 比如说像巴萨尼尔他要在约束呢 在The Merchant of Venice里面 他要去选侠 于是那个波莎想暗示他 他想作弊 可是又不能明目张胆 于是波莎就说 就叫后面演奏音乐 我们会发现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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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跟lat 千霞是同音 在暗示巴萨尼尔说 你要去选千霞 那我们改成了乐数里面 就变成做一首诗 真心问取下花间 一线千自缠绵 那个就是一仙韵 其实压的就是千 也就是千霞 这样的语言的转化 那这个是夏洛回答 他有28行的台词呢 来说明他为什么 不想接受赔偿 他就是咬定了 一定要安东尼尔的一磅肉呢 有这么长一段 那这一段 我们也很难进入到戏曲里面 能够把它保留 所以像戏曲里面 我们给了夏洛有一段唱段 像芝兰芬芳 这里用到像臭豆腐 那个就是台湾在地文化的东西 那比如说蓝绿红橘 这就是台湾四大政党 那个四大政党的 那个旗帜的颜色 这都是在地文化的呈现 所以这是王海玲他的演出 那像Metal for Metal呢 那种基督教 那个是讲到你们怎么判断 人就怎么被判断 所以呢 真的不要随便去衡量别人 那基德只要怀彻影 为善不过一点人 这个单是一个超越 世间的普世价值的标准 那举曝上看 从以晋进火莫烧密山林 它是出自文昌帝君英志文 就是道教经典 至于讲到认德不认行 教化为先 这个都是儒家跟道家 我想任何一个宗教 都会去讨论到这个部分 可能都是一个宗教的信仰 它的基础 所以最后呢 来谈城市要怎么样的改变 城市并不限于只有表演 它从服装到它的语言 到它整个剧场的设计都是 所以像王海玲呢 他原来是一个弹行 他是花弹加舞弹加轻衣 可是刚才他演出下落 他是老生加近行加丑 所以耍弄算盘的表演 是来自他的舞弹功力 他是能够先演白蛇传 他才有办法去演这个下落的 好 这个就是 爽弄算盘的这一段演出 那比如说在梁舵当中 他演南平王 也要兼演文道长 这就是以弹行的功力呢 他要跨行道去演到老生加丑 在梁舵里呢 有一个酒保 这个酒保是兼龟奴 兼拉皮条的 但是他的本宫是演美猴王 所以他能跳这么高 其实这是他演美猴王的功力 于是呢 在里面 因为他是酒保嘛 我们就帮他设计 他可以有一段 花式调酒的表演 这也是因为 他是美猴王的功力 他才有办法 短时间内能够训练出来 这样的身段 那比如说在服饰上面来说呢 都是现在当代的 新编的重新设计 比方说夏洛的这个服装呢 是西亚早期的波斯 加亚树 加苗族的文饰 以及印度的手工刺绣 所以这套服装 是得到世界的服装设计大奖的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那个服装设计 非常的精美 那像梁舵呢 他是从晚航出发 从日本还原 所以慕容卿的服装呢 是一个日本贵族 所谓的十二单一 就是多层次 非常多的层次 这个是表示 很沉重的家属 那音乐舞台上面来说呢 就弄了一个皮影戏 加上一个幕后半唱 移到幕前 或者文武厂跟 那个管弦乐队 它要互相呼应 所以我们把管弦乐呢 就放在舞池里面 乐池里面 所以这个是皮影戏设计的概念 这些都不是传统戏曲所有的 所以结论就是 莎士比亚呢 他在台湾所订定的 预计合同 约束是第一步 两度就是第二步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从文化到语言腔调 以及甚至我们要讨论 更多是人类的共性 这里面有很多戏曲 城市的一些演变 重点是 对于莎士比亚来说 它可以延伸 它的生命无限的光谱 在世界各地 用不同的语言文化 或者是那个背景来演出 应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而对我们戏曲来说呢 可以借着演出 一个跨文化的剧作 增加它的哲学深度 以及思想的一个高度 这应该是一个双赢的 一个层面才对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 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我先说到这里 下一集 我们会将焦点放在 明代戏剧大师 汤显祖身上 除了介绍汤显祖的 著名剧作 好像是《紫差记》 《卯丹亭》之外 还会探讨这位 中国戏剧大师 与莎士比亚 在文艺创作上 有什么共同和相仪之处 请继续收看 《纪念沙士比亚与汤显祖 逝世四百周年论坛》 第二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